第一个官衔 作为郭子兴的亲兵长,朱崇巴是非常称职的,他不像其他的士兵,从不贪图财物,每次得到战利品都献给郭子兴,如果得到了赏赐,就拿来分给手下的士兵。 由于他很有天赋,自学过一些文字,稍微有一点文化,分析问题很准确,郭子兴就渐渐的把朱崇巴当成了自己的智囊,朱崇巴在郭子兴军队当中的地位也逐渐的重要起来。 也就在这个时候,朱崇巴把他的名字改成了朱元璋,所谓璋啊,是一种尖锐的玉器,这个朱元璋实际上就是诛灭元朝的戾气,那朱元璋把自己比喻成诛灭元朝的戾气,而这一戾气正是元朝统治者自己铸造出来的。 在今后的二十年里,他们都将畏惧这个名字。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汤和,在军队当中,汤和算是个奇特的人,他在朱元璋刚参军的时候已经是谦户了,但是他却非常尊敬朱元璋。 在这个军营里头啊,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,官职高出很多的汤和,总是走在士兵朱元璋的身后,而且毫不介意他人的眼神。 而更奇怪的是,朱元璋似乎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,从来也没溃脱过,没认为我走在千户大人的面前,是不是有点不合道理啊? 从来没有过,我们在这儿不得不佩服汤和的远见,他知道朱元璋远非池中之物,用今天的话来说吧,他很识实物,或者说他是个伯乐,他准知道朱元璋将来一定是大富大贵。 那将近也正是这个优点,使得汤和能够在后来的血与腥风当中幸存下来。 在军队里,朱元璋娶了妻子,与后来的众多妃嫔相比,这个老婆可以算是朱元璋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。 这个女孩是郭子兴的义女,她的父亲姓马,是郭子兴的朋友,后来呢,郭老先生死了,把这个女孩啊,托付给郭子兴。 这个女孩来的时候啊,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,所以军队里的人都叫她马姑娘。 就这样,朱元璋成了元帅的女婿,而郭子兴呢,则就多了一个帮手。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,朱元璋当时这种心情啊,应该是非常的喜悦,因为他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,不再是那个没人管,没人问的朱重八。 他饿了,有人给他做饭吃,冷了有人给他送衣服穿,哎,有家的感觉那是非常好的。 这种感情一直陪伴了他很多年。 取期之后,朱元璋也升任了军队中的总管。 这个职位大致相当于起义军的办公室主任吧,哎,他干的还不错。 对于某些喜欢贪工家便宜,胡乱报销的人,朱元璋是非常的讲原则。 由于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,大家也没有什么话可说。 如果就这么干下去,他可能会成为一个优秀的财务管理人员。 可是上天偏偏就不让朱元璋舒舒服服的过下去,不久的将来,他将面对更大的麻烦。 什么麻烦呢? 主要问题是,郭子兴的成分并不是农民,而是地主,还真想不通,他为什么会起义。 当时啊,在豪州的统帅除了郭子兴之外,还有四个人,以孙德雅为首,而这四个人呢,都是农民,他们和郭子兴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。 过了没多久啊,这个矛盾爆发了,有一天郭子兴在豪州城里头逛街,突然被一群来路不明的人绑了票了。 这些人似乎对索取仇心之类的事没什么兴趣,把郭子兴是打个半死,然后关了禁闭。 朱元璋得到消息之后,大吃一惊啊,赶紧到孙德雅家里去要人,这孙德雅还装傻呢,这是奇怪啊,你这郭子兴,你岳父被绑架了,咱赶紧出去找去啊,你上我这儿,要什么人啊,是不是? 我又不是认识这个绑架的人,而且我要是知道了这些什么人这么坏绑架了郭大帅,那我就把他们杀了,我跟他们是不共在天。 充分表现出了一个业余演员的演技。 朱元璋只把参与打人的军事带到了孙德雅面前,并且告诉孙德雅说,你的那些贪污公款,胡乱报销的烂账可都在我这儿呢,你自己看着办。 于是,朱元璋从孙德雅的地窖里把已经被打得半死的郭子兴救出来了,这件事情让朱元璋意识到,跟着这些人是不会有前途的。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,郭子兴也越来越讨厌朱元璋,为什么呢?原因很简单,朱元璋比他能力强。 对于郭子兴这么一个性情暴躁不能容忍的统帅来说,他是不能容忍一个可能取代他地位的人藏在身边的。 终于有一天,他找了个借口,把朱元璋关了起来。 落井下石一向是某些人的优良传统,郭子兴的儿子就是这某些人当中的一个。 他吩咐看守的士兵不能给朱元璋送饭,想要把朱元璋活活的给饿死。 但是朱元璋的妻子,善良的马姑娘,为了救朱元璋,把刚烫好的烙饼揣在怀里,到牢中探望朱元璋并且给他吃。 每次胸口都会被烫伤,但是每次他来看朱元璋都要给他送吃的。 哎,有其如此,复复何求啊? 郭子兴毕竟还不想杀朱元璋,于是过了一段时间就把他放出来了。 朱元璋经历了这件事之后,终于下了决心,和这些鼠目寸光的人一定得决裂。 他向郭子兴申请带兵出征,郭子兴呢,也就顺水推舟,非常高兴的答应。 这就是朱元璋大业的开始,而一旦开始就不会停止。 朱元璋奉命带兵攻击郭子兴的老家,定远。 从这一点啊,可以看出他的岳父实在是存心不良,当时的定远啊,有重兵把守。 估计郭子兴是打算让朱元璋去啊,就别再活着回来了。 但是朱元璋,毕竟是朱元璋,他找到了援军的一个缝隙,结果是攻克了定远。 然后又在援军回援之前撤出,此后他连续攻击淮远、安凤、寒山、红县,四战四劫,锐不可打。 在召集了壮丁之后,朱元璋来到了中里,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凤阳东面。 这儿可是他的老家,在这儿呢,他遇见了二十四个来找工作的人。 这二十四个人,那素质可是相当的高。 在这其中,有为他算过命的周德兴,前边说的您还记着呢吧? 还有堪称天下第一名将的徐达。 除了这些人之外呢,其他的都是朱元璋的亲戚,这么一传十十传百啊,什么本家的叔叔,娘家的舅舅,还有兄弟家的子侄,姐妹家的外甥,全来了。 很快,朱元璋的直属部队就有了七百人。 什么叫直属部队啊? 那就都是最值得信任的人。 当朱元璋再次回到豪州的时候,他已经完全明白了自己的前途所在,所以他向郭子兴批出了辞职。 哎,郭子兴挺高兴啊,认为这个讨厌的人终于可以离我远远的了,不会威胁到我的地位了。 那么朱元璋离开了郭子兴之后, 我们会摩擺过公里,叶厌的人终于是想帮帮助自身的一条小的交易就员了。 你说是要问你,那就是像个赤风,的20 door,帮助我的个人的老机兴、